在全美反亚裔的仇恨暴行加剧之际 拜登总统3月30日宣布一系列最新措施 保护亚太裔安全 增进对亚太裔的包容与归属 其中包括恢复白宫亚太裔事务办公室 并与联邦机构合作打击反亚裔暴行与偏见 从美国救援法案的资金拨款4950万元到亚太裔社区 用于帮助遭受家庭暴力与性侵的亚太裔幸存者 建立新冠公平行动小组委员会 旨在应对并终结对亚裔的仇外 同时拜登也在司法部设立应对反亚裔暴行的跨部门项目 司法部按照拜登早先的谴责反亚裔歧视的备忘录 以在社区协作消除仇恨犯罪上报差距 数据透明移除有关仇恨犯罪信息的语言障碍 以及社区资源分配强化执法人员培训等方面 对反亚裔暴行采取行动 3月30日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中国世卫组织 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 联合专家组评估了关于病毒引入人类的四个途径 认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 可能至比较可能直接传人 可能通过冷链食品传人 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 对此 美国发表声明 对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对中国开展新冠溯源的调查表示担忧 称为时已晚 无法全面或及时访问相关数据 该声明得到澳大利亚 日本 加拿大 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 呼吁透明独立的分析和评估 不受干扰和不当影响 随着对新冠疫苗需求的增加 洛杉矶县警告居民 那些与疫苗注射有关的骗局也在增加 县卫生局首席科学官Paul Simon博士日前警告 如果有人愿意出售接受疫苗接种的预约 低价或秘密出售疫苗 那都是一个骗局 Paul Simon表示 联邦贸易委员会现在正在调查疫苗相关的网络骗局 全国各地的人们都收到了扎其电子邮件和短信 要求他们完成有关辉瑞莫德纳或阿斯利康疫苗的网络现实调查 且会获得奖励但要支付运费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合法的疫苗调查 会要求民众提供信用卡号或银行账号 洛杉矶县官员也提醒说 要警惕包括要求立即提供个人或财务信息 如社会保险 银行账户或信用卡号 Medical或Medicare详细信息 请民众切勿共享这些信息 日前 中国东方航空上海浦东昆明迪庆航线正式开通 这是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即深圳广州后 开通的又一条国内重要目标城市航线 对提升上海对迪庆医疗教育建设等各方面的帮扶 支持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上海是迪庆州重要的旅游客源地 航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加深迪庆与上海 及长三角地区的旅游往来 对促进迪庆旅游市场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